今天到那帕县去品红酒 那帕县是湾区一个比较有名的盛产红酒的地方 这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连绵不断的山脉 那帕县是在两座山之间比较适合葡萄的生长 今天我们去的地方 实际上从那帕县的市区要往北还要开几十公里 然后到山里面的一个古堡 这里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 车停了不少 然后是需要购票才能够进入 大家好 我现在在真正的南派县江夏有个楼盘叫南派县 选过很多楼盘都叫 但是真正的正牌货呢 在California 这边就是这个一个城堡 其实我很奇怪 为什么会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古堡 它这又不像在欧洲 古代有什么打仗啊 这种安全的因素 就好像美国人推进到西部的时候 都已经是一八五几年代了 这个时候还需要城堡来保障安全吗 因为我们是来品酒的 所以就买了一份品尝的一个套餐 它是可以挑五种酒来进行品尝 其实每一份的分量都很小啊 就是一点点 然后的话呢 因为我们又不懂这些酒的东西 于是呢 就让服务生小哥推荐了五款 就是现在这个酒单上面啊 有标记打点了的 然后很奇怪 这个小哥看面相像是亚洲人 我一开始以为是中国小哥 但没想到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不知道是在这里定居了的第几代了 品完酒我们又在城堡里转了转 这个酒庄还是挺有意思的 除了这个中间是品酒区以外 它这里面也有一些储存区 但是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 当我们走到一个角落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不让进去的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它的生产区也是现代化的设备 挡着在就感觉很抽象 这也是现在很多地方的景区 或者说是以古典为卖点的景区 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不可避免的会有现代化的元素 会让游客觉得你这个古典不太纯粹 然后我们就去这个Outlets购物 然后我刻意的看了一下这些标签 发现确实是脱钩的比较厉害 已经没有什么Made in China了 休息了一晚以后 我们驱车前往洛杉矶 这里的carpool表示 应当有两个以上的人员 洛杉矶的外号叫天使之城 前方就是彼伏丽山 我们要停走过来 沿街好像有一个小的植物园 等一下来看一下 这里插了好多面 以色列的六角新旗 然后看了一下旁边的标牌 说的是纪念二三年的恐怖活动的牺牲者 这后面插着很多以色列的国旗 然后他的这个主要内容说是纪念去年在哈巴斯的袭击之下 牺牲的人 一揭之格就是彼伏丽山的这个logo 很多人在这里打卡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让我们下期视频 by bwd6 天色见黑 现在去酒店 准备明天的新的一天的活动 准备明天的新的活动